为什么需要宗教 人类天生有时候就是不可以顺赖 所以人们也都时常违背本身的原则 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一个宗教来到训练人们 在过去 我们惧怕自然界的现象 比如闪电和打雷 野生动物 也就是 鬼怪和魔鬼 后来我们才觉醒到 以往对妖魔鬼怪的相信 是无契和幻想 今天我们可以不再理会他们 我们应该害怕的是 那些破坏我们生活平静和快乐的残酷人类 要重新塑造一个可信赖的人是困难的 在某一方面来看 动物比人类更值得欣赔 动物虽然没有宗教 但是他们却跟着自然的法则生存 他们照着本能去生存 除了自然之外 除了自然之外 除了自然之外他们却不会攻击别人 他们是不懂得欺诈的 人类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宗教 以便让我们能够去思考和了解 人类需要一个道德准则 来到减低本身的自私和奸诈 人可以更改本身的思想 以求得想要的结果 或者获取私人利益 要消除人类心中的狡诈 宗教是不可缺少的 艾伯·爱因斯坦有一次说 原子力量已经震撼和改变了整个世界 可视这强大的原子力量 却不能改变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如今 还是好像古代一样这么狡诈 是不可信赖和危险的 可视宗教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 使他更有用处 只要他是真的能够坚守宗教的原则 这里我们必须为宗教落一个定义 佛教徒所说的宗教 与世人所说的有很大的差异 佛教对人类宗教的观点是 一个虔诚的人依照佛陀的教导 而靠自己的力量去行善和淨化心念 以便得到解脱 在佛陀的教会里面 并不相信祷告 祈求 和宗教仪式的功能 这个也是为什么佛陀一而再 再而三地劝告我们要去观察心的本质 我们因此才能够了解本身的弱点在哪里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出一个正确的方法 来克服我们的缺点以便能够救自己 佛教教教导我们要自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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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